-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點個讚啦! 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還有還有幫我動動手指在留言處王左華熱推一下我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雙人徐! 首爾志遊行的第二天我們安排一整天在宏大,今天這一集想要分享四個來宏大除了逛街之外必做的事情,同時也會搭配很讚很好吃的美食一起分享給大家! 開始一整天旅程之前先來補充一下能量,我們在Seven看到這個維尼的維C飲,瓶子居然是維尼的頭是不是很可愛? 原本以為裡面會有加蜂蜜,結果就是很單純喝起來酸酸的能量飲。 好啦,重點是因為真的太可愛才買的! 第一站我們先來到位在巷弄內的Moment Coffee! 店的外觀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的咖啡廳,光是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就很好拍照! 店內的氛圍也是很溫馨,一開店就有蠻多韓國人來的,生意很好! Moment Coffee最有特色的餐點就是這個Yaki Pong Set,幾乎每個人來一定都會點一套這個餐點! 至於它有多特別等等你就知道了! 當然因為它是咖啡廳,基本上的飲品選擇就蠻多的,有咖啡、soda、果茶等等,這家的低消是每人一杯飲品喔! 我們的餐點送來啦!看看是不是很澎湃!肯定一早就要這麼豐盛對吧! Yaki Pong Set有一整份的厚片吐司,吐司都是他們當日現做,聽說是鬆軟到不行的! 旁邊的醬料才是重點,有蛋、奶油、現打的番茄果醬、橘子醬、紅豆泥,有甜有鹹,絕對能夠符合多數人口味跟喜好! 最有特色的就是這個Set會給你一個小小的烤爐,可以自己烤吐司! 剛把吐司放上去就可以聞到烤吐司的香氣!大概烤個15秒,稍微翻面一下吐司就會有烤色!微脆微脆的樣子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吐司烤好之後就是自己DIY的時間啦!這個像糖果的是一條奶油,趁吐司還熱熱的時候放一小塊在吐司上稍微抹開,吐司跟奶油的香氣搭配得剛剛好! 用湯匙把半熟蛋挖出來,再鋪在吐司上!真的是要鋪好鋪滿!是不是看起來超好吃的感覺! 原本以為這個是草莓醬,結果後來發現它是現打的番茄果醬!加一點奶油搭配微酸微酸的番茄果醬是蠻不錯的! 甜的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紅豆泥了!紅豆泥是可以吃得到紅豆顆粒的那種!紅豆泥本身甜度微糖!鋪好鋪滿一口咬下去真的會有很幸福的感覺! 橘子果醬口味酸中帶甜!果醬還可以吃到一點點纖維的感覺!喜歡吃甜吐司類的朋友,我覺得這個你會蠻喜歡的! 這是一個很容易體驗的一點點!因為其實我當時在找這家的時候,我也是覺得說可以自己烤吐司!就是當作一個早餐很特別!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的醬料!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搭配去吃!然後有很多口味上面的轉換! 但它其實就重在體驗!就是它這些食材其實都是很簡單的食材!這在家裡其實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它本身的這個吐司是好吃的!單吃!直接吃我覺得就好吃!可是我自己覺得烤過之後,它有點酥酥脆脆的那個口感可以更好!那個香氣會更夠!如果有來紅大吧!如果你早餐又只是想說要吃便利商店或什麼!我是覺得可以安排一天的早餐來吃一下這間!體驗一下玩一下!然後我覺得當早餐! 吃飽之後就要展開紅大一整天的行程啦!第一個來紅大必做的事情當然是剪頭髮啦!我為了要來韓國剪頭髮我已經兩個月沒剪了!這家SUNSICKY是我們去年隨意找的一家髮廊!剪完之後意外的覺得很不錯!所以這次就再次安排剪起來!我這次是先透過設計師的IG資訊預約!入店確認預約資訊之後就會先穿上這個袍子!緊接著就會先洗頭!洗頭的過程真的是很放鬆! 除了會幫你深沉清淨之外!也會幫你頭部後頸按摩!真的很舒服! 這位就是我第二次給他剪的設計師Supi!開剪之前也會先跟你溝通你想要的髮型!雖然沒有辦法透過中文溝通!但是我會準備照片!他也會用英文描述他的建議!Supi在剪的過程真的是很細心!可以感受到他是慢慢的修剪出髮型的那種!讓人很放心的感覺! 剪完後也會很有耐心的用英文跟你講解怎麼吹枕以及如何造型!雖然我總是學不會啦!最後還是會幫你修眉!真的是很讚!我們就來看看成果吧! 這次洗家剪是32,000韓幣大概是台幣800塊左右!我是蠻滿意的啦!很推薦來找Supi剪髮!他的IG我也會放在資訊欄喔!剪完頭髮在宏大要做的第二件事情當然就是拍照囉!由於去年我已經拍過正見照了!這次我要來拍形象照!這家Modoro Studio聽說是不少韓國明星跟日本知名網紅都有來過的! 攝影棚內有一整面的梳妝鏡可以稍微在這邊整理儀容也可以額外加購妝髮的服務!我這一次是拍全身形象照!拍攝的過程攝影師會一直很有耐心的用英文印到你的讚姿、動作、臉的角度、表情是認真的想要幫你拍出好照片的態度!像我們這種很少蓬拍經驗的人真的很需要這樣子的專業指導!拍完當下也可以看到螢幕上的畫面 就可以隨時再微調表情或動作!慕一陽拍的是彩色背景半身形象照!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的背景顏色指!半身照就著重在臉部表情跟手部動作!攝影師都會引導!放心交給他就對了!拍完之後攝影師就會馬上開始修圖!你可以坐在他的旁邊看!真的是把你把臉上的瑕疵都修掉的那種而且是自然的!修完之後馬上就可以拿到照片也會寄給你電子檔!真的是拍的蠻不錯的!我們都蠻喜歡的! 想拍的朋友也可以看我資訊欄的預約連結喔!當model明星實在是太消耗體力了!馬上先來進食一下!這家位在宏大的紅小章魚也是宏大的排隊名店之一!這家主要是以辣炒章魚為主的料理!套餐都會有搭配炒飯!有單純辣炒章魚的版本!也有辣章魚搭配五花肉!喜歡吃蝦的可以點蝦的版本!愛吃牛肉的也可以點牛肉的!都可以額外加料喔!菜單上的價格都是一人份! 低消是每個人都要點一份喔!我們這一次點的兩人份的辣炒章魚五花肉版本!送來的時候我有疑惑了一下!想說這是兩人份嗎?份量好像有點少欸!緊接著店員就會來幫你拌炒!把辣醬跟章魚五花肉年糕徹底的拌勻!看起來就是超好吃的感覺!但感覺也蠻辣的樣子!辣章魚被拌炒過每隻章魚都會巴附到紅紅的辣醬!認真有辣的那種!但也是會辣的很久! 很爽的風味啦!章魚的口感也是十分Q彈好吃!五花肉因為有辣醬拌炒過!吃起來完全不油!但辣度也是很明顯!真的覺得太辣的話可以包紫蘇葉一起吃!會大幅的降低那個辣度!也會多了紫蘇的香氣!吃到一半可以按服務臨期!他們準備炒飯!他們會先把還沒吃完的料先盛起來!把鐵盤拿去準備炒飯!沒錯!這個炒飯才是本餐最大的重點!你以為它只是普通的炒飯? 那你就錯了!這個炒飯可是用了大量的魚卵跟海苔做成的!認真挖的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滿滿的魚卵!很有口感!飯也是有吸到本來的那個辣醬!真的是有夠好吃!挖一口飯搭配上剛剛的章魚才是真正的超級滿足!那時候我也是在never上面看到就是它評價很高!然後很多韓國人都會來吃!我覺得燉章魚辣不買辣!我們有些吃減辣!我自己還一個蠻辣的!可是辣的很爽! 它旁邊的這些周邊的小菜就是要搭著吃!你才可以比較解辣的感覺!對!章魚辣!蠻大!但它不會大到很不保養!對!它的口感我覺得是適中的!然後這個飯我跟你講!再飽!都一定要吃!嗯!因為它的飯就是有用一些鮭魚卵或飛魚卵去搭配鴨層的這樣子的炒飯!然後再加上海苔!很好吃!甚至覺得這個炒飯有點贏過!章魚辣!它本來就是排隊名店!所以像我們是 離風時段來吃!就沒有排這麼久!甚至一下下而已!但是這個尖峰時刻是大排隊的店喔!大家要特別注意!但我們蠻推薦大家來吃的!嗯!接下來來到宏大必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拍貼啦!這家在宏大新開的柯達拍貼店!店內的拍貼主題都是以柯達為主題的色調與設計!也有很多配件可以拍貼的時候搭配使用!除了付費的拍貼之外!店內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場景!不花錢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機拍出 很酷炫的照片! 韓國的拍貼真的都是場景檔!每家都在比特色比厲害!這家以地鐵為主題的拍貼店!光是這個外面的布景我就拍到不行!裡面每一間都有不同的風格!像是電梯的、地鐵、車廂的!這家是認真我覺得可以拍出很有趣、很有畫面 喜感的拍貼!也推薦大家來拍!接下來也是我覺得來宏大必做的第四件事情是製作個人的行李飄帶!這在韓國真的很流行!特別在韓國機場的行李轉盤上都會看到!這家行李飄帶可以完全的客製化!飄帶有很多的顏色可以選!也有不同的尺寸!價格也不同!也有鑰匙圈型的飄帶可以製作!這家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刺繡的字!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字體風格!但可惜的是 它就只能刺繡英文或韓文!也可以額外加購刺繡 Emoji!製作一個專屬於自己的風格呈現!刺繡字的顏色也可以自己挑選!可以跟飄帶顏色去做搭配!牆上有蠻多範例可以參考!都選好之後就把需求填寫在單子上!給老闆之後!不用10分鐘就製作完成囉!這一個行李飄帶不到台幣150元!幫自己的行李箱做一個或是送人都是很棒的選擇喔!好啦!我們真的是從早逛到晚! 最後我們要來吃這家平價的烤肉吃到飽豬肉商會!當天我們是晚上8點去吃!店內幾乎是客滿的狀況!他們家有三種吃到飽的方案!最便宜的A方案居然不用台幣400元!身為小資愛肉一族怎麼能夠錯過? 當然因為他們是平價烤肉店!各項肉品都是自助式的!肉品有豬五花、豬夾肉、豬頸肉也有豬五花、豬梅花肉片!牛肉的話就只有牛五花肉片!小菜、醬料、配料也都是自助式自己夾取!選擇其實蠻多的!我覺得韓式烤肉店該有的這裡都有!也有生菜、芝麻葉可以包肉吃!雖然是平價烤肉店!但這個五花肉看起來一點都不馬虎!厚度、新鮮程度都算不錯! 烤過的豬五花不會太油!油脂跟肉分布的剛剛好!咬下去肉是軟嫩的!意外的很好吃!不喜歡吃太油的可以選豬頸肉!豬頸肉吃起來是肉感十足!但是肉質是柔軟的!沒有油膩感!這款是我很喜歡的!豬夾肉在冰櫃裡面是被拿最多的!通常一補貨就會被拿光!豬夾肉吃起來是油感十足!肉質會有一點脆脆的感覺!這個吃多了確實會覺得有一點膩!需要搭配其他的肉! 一起吃!肉片的話我覺得表現就蠻普通的!單烤肉片吃起來真的是沒有爽度!於是我們就夾一些泡菜!直接在烤盤上開炒泡菜炒肉片!這樣吃我覺得很不錯! 至於這個豬皮我們就沒有特別喜愛!除了很容易烤焦之外!口感也是普通!這個可以略過!另外這個涼拌蔥丝我覺得超好吃!單吃會有點酸酸的!有解膩的感覺!配肉一起吃真的超搭!這個一定要拿! 烤盤上還有一碗大醬湯很適合吃肉吃到一半!中場休息的時候喝一下湯轉換一下口味! 基本上我覺得這家以CP值來看真的是很高!雖然是平價但是各項食材都不馬虎!真的很適合逛街一天下來補充一下身心靈的一間烤肉店喔! 下一集我們要前往新沙洞繼續展開吃爆光爆的行程!還有還有!這次我還幫大家準備了一個夜遊漢江水舞美景的行程!真的是很厲害喔!所以請繼續鎖定我的頻道喔!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我也會持續分享國電玩好玩好拍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喔! 也可以追蹤我的IG看更多美食與旅遊的分享!我們下集見!掰掰!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